请收看维新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我看这个很好的利润 尤其是欧洲这个高科技的国家 这个技术我们要拿都拿不到 学也学不到 不然的话再用意一次 我想说好吧 师傅说一个用意一次 就可以了解整个事情的整个全貌了 他说这样子啦 我来问财力吉凶如何 我说好吧 那再用意一次 那再用意的时候 挂项又显示了 丰天小旭 丰天小旭之祭祭 那么这个挂项是密云不已 命云不已 这里面又是应遥 就是对方又带财来克本身的 克这家公司本身的 财力是有 但是师傅又跟我们开示 这个带财来克我们 财是有 但是我们还是会受制于对方 这个还好啊 财来打我们算很好的 但是这里面呢 发生了很大的事情 适应之内 在适应之内的荧幕兄弟 适应之外的卯木兄弟 全部一起动了 全部都一起动了啊 那么兄弟动我们都知道 在用意的挂项里面我们都知道 用意的时候是 兄弟动会做什么 结财 兄弟动会结财 财看得到啊 对方带财来啦 看得到 但是怎么样 得不到啦 被里面的 内部的 这些结财的 结财星 外部的结财星 都结走了 后来 我把这个挂项呢 跟我们敬爱的师傅报告 师傅又对这位科技老板的 科技老板讲了一句话 你也小心啊 你也蒙论啦蒙论 这个普通话不知道怎么解释 是蒙论啦蒙论 这个意思翻译不过来 你用LOOKIE啦 好了 为什么要跟大家报告这一个挂项 因为在去年 就是这个事情是卯 卯月 用意 到有月的时候 我又去上海 结果呢 这位 盖家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他的老婆告诉我 还好 好累加债 还好 没有跟他们合作 不然的话 看这300万美元糟糕了啦 不知道赚多久才赚得回来 因为 那一家欧洲的公司 在 中国 关门大吉 分公司关掉了 还好没有投资 你看 所以呢 假如说今天这位老板他不相信 用意以后 他又不相信这个法的话 他300万美元至少也要200万来买机器嘛 对不对 投资下去了 你看 要抽也不是 要做也不是 结果那公司又跑掉了 要合伙的公司又跑掉了 所以挂项显示 这家公司不实在 因为什么 空亡 好 这家公司呢 它空亡了 所以呢 它不会 让我们 印证鬼骨子心法 保护自己的企业 不做无谓的 什么 冒险与投资 避开投资 风险与 怀恼就是 千金难买 早知道 万般无奈怎么样 不发生了啦 发生就来不及啦 对不对 万般无奈不发生 能转练的人 师父跟我们开示 能转练的人就是什么 就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印证鬼骨子心法 从本案例 我们来印证鬼骨子心法 大家学艺经 企业投资 可以怎么样 可安心啦 大家学艺经 公司客户怎么样 无欺心啦 对不对 好 我们第二个案例 企业经理管理的 用意实力 企业经理经营管理 我在2010年春天 就是更一年的春天 用我们上海学院的邀请 去考察 勘查他的公司 那么他只是担任公司的财务副总 就是负责所有的财务的 然后呢 去勘查了以后了 发觉这家公司 有两大风水的问题 因为刚接触没多久 这位上海的 我们的女同修 她也没在学多久 她想说 意经心法 风水的妙法 那么殊胜 那么为什么他的工厂 会经营不顺 我就告诉他 勘查了以后 第一个 他的办公室在夾层 就是办公室很大 但是他在中间 就是只有一楼 但是他在中间的夾层 董事长的后面 全部都是造纸的机器 风风鲲 咿嗟咿嗟的 一开机器就整个 然后那个墙又不是石墙 我就告诉他 你这样有问题 你老板的 董事长的头脑不清 我就告诉他 董事长头脑不清 一定没有办法很安心 很安心的在这里建て工厂 真的是这样子 我说对 因为他的后却乀 后面就是我们前挂 就是後懸弩全部都動了 師父跟我們開示 這樣會引起經營者的頭 頭腦會不清楚 再來第二個就是他的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很奇怪 我想說這個可能是經過大師的指點 他是屁股朝著大門 福德正神的屁股朝著大門 奇怪 為什麼有這樣子 一般我們都要迎水神 不然都要朝著大門 對不對 哪有這樣子屁股 屁股面對朝著自己的大門 後來我告訴他 這些都對公司有很大的影響 假如說你趕快改善另外 在外面蓋一個車間或車間 辦公室在一個位置 可能對公司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他想說好吧 他也不是老闆 後來他才告訴我他是老闆的姐姐 他掌管全公司的財務 他後來用意了 他說老師 我來用意 請我幫你 請你幫我 用意算一算 我公司用了這個總經理好不好 他現在這個總經理已經用了一年了 用意以後呢 他就是在更一年的卯月 用意呢 風雷翼之關 應搖為什麼 兄弟 記住了 應搖為兄弟 林玄武來克 克我們的公司 然後我告訴他喔 你要注意喔 這個人齁 初搖父母動畫回頭克 我說他的政見有問題 父母搖代表我們的文書 代表我們什麼 領導能力 我還告訴他這個人齁 領導能力有問題 後來才知道他這個人齁 在2009年在公司的一年齁 把公司虧了900萬 怎麼虧 你看齁 這個掛像顯示 就是我們用意演義那麼殊勝 他把那個植品公司用窮量 沖量來生產 結果齁 原料是一噸3000塊 25%的損耗掉了 把它損耗掉了 這些原子原漿把它損耗掉了 損耗了25% 一噸3000的變成去賣廢紙 一噸變成900塊 所以虧了900萬 這是第一個用人不當 那麼用意已經知道用人不當了 那麼第二次是在 2010年的耕耘年的9月 耕耘年的9月 他想說經營的不好 那麼換人經營 有另外一個財團又進來了 預計要投資2000萬 他想用意來看看 為就是再投資2000萬 經營的前景好不好 今天掛項顯示 地天泰之砍為水 四遙破財衰 四破財衰 六合化六蔥 師父告訴我們 六合化六蔥先及後凶 成而腐敗 然後我告訴這位財務副總 我們的這位上海的這位同修 我說前景不樂觀 前景不樂觀 你要審慎處理 再增加2000萬人民幣 不是台幣 增加2000萬人民幣你自己去算 那麼他也 他就把這個話告訴他的董事長 告訴他的股東 但是他們不踩信了 2000萬有投下去的 他用意啊 用意知道這個人不好 這個人後來總經理 把他辭掉了 辭掉以後呢 因為經營的不好 2008年他持平 2009年用了這個總經理 虧了900萬 那麼2010年 就是去更引年的9月 他再投資2000萬 那麼我告訴他不要再投了 他不相信 到今年就是去年新卯年 2011年的7月 就是新卯年的未月 去年的未月 他又來我們台中道場 又來請益 他說老師 你再幫我算 那個2000萬已經沒了 我說這種經營公司 你請我來得好 我很會經營 這個花錢的我很會 他又來用意了 他說在另外一個集團 又再投資1500萬 就是他的兒子在那邊當經理 然後呢 有人又要注資 包括他另外一個公司 又要注資1000萬 總共又在 他說1500萬 就可以起死回生 我真的喔 好了 再用意 再用意以後呢 我們掛項出來 水地比之水雷屯 水地比之水雷屯 那麼前景應財來生事 很好啊 前景應財來生事很好 但是前景被祭神林月 來克 克勢 且絕於 事遙絕於日程 經營前景受制無力 那我告訴他 我說 今年已經不好了 那麼成年 成年入幕 四年呢 又絕 又絕 我看到 兩年都無力了 然後他本身 用神 他的用神 就是士遙本身 他觀鬼此事 又帶憂神 初遙外部兄弟林月 帶白虎 來克什麼 克硬財 又來克硬搖財 財摔 聖今子孫扶神空亡 子孫扶神空亡 技術能力不足 事遙本身 又入洞目 智慧能力不足 經營的前景堪憂 我慎重告訴他 不要再投入資金 不然的話 你會陷入整個經營的困境當中 我還告訴他 我說今天掛項顯示 我還建議 你請現在的總經理 還有財務還有這些股東 就寫一篇報告 我幫你再譜一個掛 什麼報告 你能不能有辦法在三年內 維持什麼 損利平衡 我說你把這個報告寫出來 弄作就來到三天 結果 寫不出來 也沒有寫出來 我說你就把經營者 他如何再投入這1500萬 把公司的經營 變成什麼 可以損利平衡 可以賺錢 後來他在今年的9月 10月 我們這位同修 上海的女同修回答 告訴我 老師 我跟他們講 他們都不相信 以為都很好 我說那計畫書呢 計畫書沒有寫 我說沒有寫就完了 像這樣 大家都 會認為自己很行 對不對 我能力很好 我就能讓公司賺錢 口說無憑 至少在企業管理的 這個經營的理念裡面 你至少要把整個計畫書 未來的前景 你如何達到損利平衡 如何賺錢 都把它寫出來 連這個都寫不出來 真的 10月的時候告訴我 老師 現在每個月都還在虧錢當中 目前 所以從這個掛項顯示 我們知道 讓我們了解說 雖然這家公司 用鬼谷子心法 來排憂解難 它應該審情官司 避開不當的投資 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但最後它還是陷於 陷於經營的困境當中 所以我們知道 它的原因工廠風水配置 不如風水法則 造成什麼 經營者的頭腦不清 他判斷有誤 影響企業的這個經營 經營者對 鬼谷子心法 信心不足 為什麼信心不足 因為都是這位股東財務副總來問 這個老闆呢 從頭到尾都沒有進來 我們鬼谷子的大門 所以沒有做出 適當的因應調整對策 第三 經營者見識不足 沒有決斷的智慧 所以這個案例給我們印證 鬼谷子心法 疫情風水學師 企業的明燈 第三個案例呢 我要講快一點 第三個案例就是 白虎方機器棟及辦公室 位置錯誤的實證 一家公司在2007年跟師傅結緣 後來呢 它在2007年的年底就關場了 2008年我陪同世界台商服務聯社 原生法師 原勳法師去勘察 才發覺 這家公司呢 生產車間 生產機器全部配置在白虎方 辦公室位於青龍方 董事長及辦公室的白虎方機器洞 大門太寬 15公尺 才氣守不住 大門看到後牆行程穿金剎 對工廠的管理經營很不順利 所以後來呢 經師傅幫他更改了大門的天蓋 做了一支24米的龍柱 還有一個化砂石以後 在2009年隔了一年 2007到2009隔了兩年 就把整個工廠的經營把它改關了 那麼剛才我們楊院長說 鈴聲響了我們就趕快結束 有很多案例我想說 大家看啦 我們在我們的書上有 那我做一個結語 這個結語多30秒 師傅回原禪師開示 企業的問題是社會的命脈 也是整個經濟的命脈 企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是國家社會興盛的基礎 假如企業的經營發生問題 或是工廠的風水發生問題 造成工廠的經營的失敗 那麼經營有差錯 社會問題就會發生了 一間工廠的企業 那麼多的員工 來這裡努力打拼生活 到最後公司莫名其妙的倒了 造成員工事業家家戶戶的生活 發生問題 那麼緊接要來的 教育問題 經濟問題 社會問題 也都跑出來了 也都跑出來了 所以呢 我們當代一知行者 我們敬愛的師傅 不念產事開示 將鬼谷子心法 古學禁用 應用於當下 以宗教修行的方式 來弘揚易經風水學 推廣大家 學易經 做人處事可安心 身體健康 怎麼樣 心安寧 做事工作可順心 大人小孩 皆聰明 最重要這一句話 我今天講的 公司客戶怎麼樣 無期心 所以修行道上可見性 家庭圓滿 一條心 這是 鬼谷子心法 應用於當下 它不只能趨吉兵凶 它還是世界未來的一盞幸福的明燈 這也是我們鬼谷子心法在台灣 我們敬愛師父的宏願 促進世界和平大願的基礎 超過了幾秒鐘 感恩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有一次我們在台中縣的應該是東山道場 在過去那邊的一個什麼樂園 有一個戶外的活動 我硬邀去參加 師傅是說到裡面他們有準備 那我是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到午餐到了 大家在拿盤子在吃飯 結果我就慢慢在旁邊觀察 後面等的人都覺得 前面怎麼走得那麼慢 都抱怨 一直看著菜有沒有拿太多 等它輪到我的時候根本沒有菜了 果真的是菜大量的消耗 可是每次輪到原來在後面抱怨的人 一走到這個位置上以後 它就開始慢起來了 所以 各位最近都在看總統 副總統選舉辯論賽 那個主持人很好做 因為後面有一個控制時間的人 時間到了 一分半鐘 就消音 那所以你再講也講不出去了 所以只好停了 所以我想我們以後大家 對著禁止自己練練習 重點一定要講到 不要把那個 時間雖然是不夠 那個比較其次的稍微簡單帶過 重點一定要講出來 好幾個重要的例子 那就很可惜 沒有能夠講得 但是因為時間不太允許 這樣子講得那麼詳細 不過以後我想建議師傅幫我譜個掛 如果要我主持 師傅說一定要主持 說要我主持的話 就幫我譜個掛 看時間要怎麼改變 謝謝 謝謝 嚴空顯示 Michael他會來參加我們的華人班 他在澳洲 那他每次呢 他都非常虔誠的 包括他的小孩子 都穿了這個髮服呢 這個回來 那祭祖大典他一定是回來 那他不但是如此 而且還是真正是 慘揚師傅的整個精神 他到復旦大學去修博士學位 把師傅的精神 跟大陸的很多學者 很多的應該是說 溝通說服 讓他們接受 讓他們了解 讓他變成為他的博士論文 那他今天因為他的指導教授 沒有能夠到場 所以他幫忙他呢 是作為大陸宣讀 我們說 談的是儒家的東西 但是我們中門是儒是道的這種結合 所以這個不明不衝突 尤其我特別把它擺在最後 那就是說能夠把這個整個 這個結合起來 我想這個是非常難得 麥克勤 請 謝謝 主席 養院長 師父 師母 作為教授 老師 同修 師長 兄長 大家午安 三四年以前 經常來參加法會 來參加這個論壇也做法演 但從兩年以前呢 就有這樣一個想法 在楊院長的牽引下 師父的指示下呢 我陪同了這個人民大學的 人民大學是中國大陸研究佛學 佛教哲學非常出色的一個單位 他們一下來了十多位 那有個很可喜的現象 我記得當時在另外一個會場很大 有一個魏德東教授 副教授 他在這裡講完話以後 回去就生死了 師父可能知道 他當了這個哲學院的副院長 但是兩年以後無獨有 我呢再次信聰聰的要陪著 新任的哲學院院長孫教授 和我的導師王劉淺老師 還有今天我帶他宣讀的 也是我的一個老師 李天鋼先生的這個論文的時候呢 新商人的院長沒有來 我的兩位老師也沒有來 所以再過兩年呢 我們在這裡發個願 希望中國大陸的頂級的學府之一 北大的教授 他們都能夠來這裡 跟我們一道教員 謝謝大家 我算了一下時間 我有二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哦 這個我的時間被楊院長講完了 那沒有關係 這個我想前面講的同修 都坐在這個位置上 都是帶讀的 我剛才很詫異 胡編很高 但是楊院長也站起來 他也站起來一直在講 所以我想我是龍編很長 可以講好 那我想呢 這個今天我換個講法 就是不是照讀 而是跟大家一到來 看著這個李先生的這個文章 我們一到來看它 因為大家手上都有 我們來揣渡一下 詮釋一下它背後 它想講些什麼 因為一般文字上的東西 要落實到一種解釋上的內容 是有很大的難度的 那麼我呢也是兩天以前看到它的文章 好在呢我跟它有過很多交流 我把我的學習體會 對它的解釋做一個殘養 我想李先生想講這篇文章的一個內容 一個是宗教性 儒家的宗教性 那我們可以來看它所有宗教性的來看 分析它的這個屬性 第二個是談到所謂人生觀 第三個是一個價值觀 它把它從一個個人 從一個私人空間 引向了一個公共空間 一個社會宗教 但是它也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警告 在中國大陸 或者在我們今天在座的這個 報導台灣以前 我們可能會碰到過什麼樣的一個 宗教發展的一個貧口 它向我們警告一些什麼 中國大陸在這個轉型當中 可能會發生些什麼 那我帶它把它的意思表達出來 在第一部分當中 它認為儒教和西教是一樣的 它都有具備了這個宗教的兩個屬性 一個是社會性 一個是個人性 由此就得出了 對社會在現代轉型和現代性當中 宗教的兩個部分 一個是私人的領域 第二個是公共的領域 各位請注意 我們過往兩千年來 我們從來是臣子和皇帝之間的關係 孝經當中帶領我們祭天的 都是皇帝帶著我們來 但是沒想到兩千年以後 早上師父講的孫智川先生 帶領我們成為被服務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製患呢 也帶了社會宗教的一個轉型 這是李先生想講的內容 這是我的解讀 從此他就引申出對社會宗教和個人宗教的定義 在129頁上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說以往我們都是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 政府管理 以及我們最著名的在1906年被廢除的科舉制 他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宗教在制度上的一個粉碎 從此開始了一個轉型 但是他認為這樣的一種政治化的儒教 在今天我們要非常小心 它仍然存在著它的陰影 儘管在武士有很多行為是可以商榷的 但是它到今天對我們的影響有正面的 也有很多負面的 他提出了一個警告 在最後他特地要講到 第二個部分 關於個人宗教 他說個人宗教 就是一個儒教的一個中人宗教 就是一個修身養性 獨善其身的一個個人主義的一個宗教 他首次把個人主義提出來 他的所有的依據 是認為當代新儒學 這個名詞大家都用很熟了 這些學人們 在綜合了我們2000年來的儒教發展以後 尤其到了朱熙陽明 詮釋出了一個所謂個人儒教的內容 這一點李先生是贊同的 他認為這是一種重要的貢獻 也就是說 儒學在分為為己為人之學 到了內生外亡以後 事實上就分出了一個個人的 個人化的儒學和政治化的儒學 而他認為我們今天社會應該 不斷地弘揚個人化的儒學 而要摒棄那種政治化的儒學 這個是在這130頁上面第二段講到的 那麼他在這部分尤其講到 我覺得也是跟我們三天以前的一個活動有過一個印證 他就講到在現代這個社會 所謂外王之道是什麼呢 他認為就是一個 要用個人化的儒學 佔據自己的社會的空間 首當其衝的一個代表就是祭事活動 不僅要在你的節日上 他最後提到了一個民間宗教 民間宗教的一個方式方法 我等一下會講 但是他在最前面部分 他就特地提出來用祭事 大家注意 我們已經成為了 維新宗已經成為了一個 固定化的一個祭事活動 這個在當今社會是走得非常前面的 我們翻開它的這個 所謂的宗教理論的背後 它對我們這個活動是一個支持的 這一點我使我想到一個月以前 我在討教師傅的時候 他就講到學術宗教化的問題 不是宗教學術化的問題 而這個著作 他這篇文章 李先生的文章實際上是講到了這部分 那麼他認為呢 在現在這個社會 如果我們拋棄了政治化的 辱學的時候 我們在肯定武士的積極意義的同時 也要對所謂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對這方面的內容在批判的同時 也要注意 我們要堅持我們以往的好的傳統 像宋明理學王學的很多內容 它是對我們的生命融通 放鬆 自由 它可以補充現代化而來的西方唯物主義 工具理性所帶來的一些壓力 一些負面的影響 這對現代化的一個發展 對我們健康的生活是一個良好的內容 那麼在這個肯定了這個 辱學的宗教性 尤其它提出了它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要揚個人辱教的一個 包括操作方式 這個同時 他就認為 那麼辱學它存在什麼樣的一種人生觀 他說 辱學成人的人生觀 它和其他宗教有所不同 包括 基督教的靈修 佛教的靜觀 辱教的爭執不在於去除欲望 而在於保留自己的身去 這在131的第一部分上了 他說 辱教提出十者信也 六億俱全 肯定人的欲望 有真善美的訴求 這個是類似於古希臘文藝復興當中 提出的人文主義 注意 我們中國文化 它和西方文化的是殊途同歸的 在李先生的意見下 既然個人主義的辱學是應該弘揚的話 它是不是符合人文主義的 是不是跟西方的現代社會而來的這些內容相吻合呢 答案是正面的 所以 應該弘揚的所謂的高揚的個人的價值 包括聖讀 修煉 發展成儒家的個人主義 和儒家的人文主義相結合 在這裡他大量的推廣了王學 也就是師父早上講的 是良知知心合一的思想 那這些內容到了明清之後 他認為已經產生了 我們社會生活當中最好的遺產 在這方面他再次肯定了當代新儒家他們的認可 這也是我們今天再繼續的 但是到後面他又提出了 對當代新儒家理論的一些不同的意見 而這一點我們文心中在做了一些什麼樣的補充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第三部分 他認為民間的儒學是社會 市民社會的擔當 我記得我們在校園裡面 有一次我在主持這個 博士生的一個論壇的時候 我們幾十個人都在討論 中國有沒有市民社會 有沒有公共空間 我們有沒有在網絡以外 還能夠獲得公共空間 在座的事不能想像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查詢一點資料 都要奔到中國以外的地方來 顯然這一點是值得上去的 這個撇下不敢 那他認為從漢以來 民間的儒教是不斷地在補充 我們所謂當時已經有的上層的儒教 他提出三個方面 這都是今天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是在131頁的最後一段 他說民間的儒教 以祭禮 儀鬼 崇拜的形式 支持了所謂的儒教的制度 諸位 我們今天仍然是一個儒教的社會 第二個 以中法 鄉親 蒙冤的形式 來支持所謂的市民社會 第三個 以仁義理智性的五常倫理 來弘揚儒教的社會 社群主義 這一點他大膽地提出 民間儒學的內容 包括哪些呢 道德 儀式 藝術 包括私俗 書院 慈善等機構 所以在台灣 我不瞭解私俗至今是什麼樣的態度 但在中國大陸可能還值得雙切 但是他都認為 這都是以民間儒教的一個形式 都應該弘揚 它是我們今天儒家社會得以生存的根本 這個是李先生的一個看法 那麼他在肯定了所謂個人化儒學和民間 這部分從私人到公共空間 這部分的一個形式以後 和理論以後 他提出了一個儒家的普世價值 大家可能認為 所謂普世價值一定是西方的思想 錯言 他的看法是 儒家和西教一樣都提出了一個 西教是主張意識人論 而儒家提出了意願論 但是同樣他們都相信世界是統一的 這一點是大家的共識 其次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 也是克服今天民族主義 是個思潮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是儒學儒教 他不属於中國人的民族主教 因為包括大中華地區 中日韓越等東南亞 所有民族只要有華人在內 他都可以來分享這樣的區域宗教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 因為大家都認同儒學的核心思想 這個核心思想是仁義義 這個是抽象的一個道德 但是它又不是一個具體的戒律 它是很容易被所有人所接受 它所有的都是符合所有我們的 這個種性這個文化的一個普世價值 所以不能夠認為來 因為我們強調了個人 而否定了他的大眾都能接受的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這個是李先生提出來 隨之他提出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理論 他仍然歸結地為 到了陸網新學以後 我們提出了以中庸 在這裡我要補充就是以義傳和中庸 因為義傳和中庸是在漢以後 才被立為我們宇宙論中心的一個研究和依賴 到了朱西被弘揚出來 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強調社會和諧 普世接受的一個中道觀念 這裡呢 他嚴厲地抨擊了 有可能出現的 所謂儒教的原教旨主義者 他認為今天的現狀 新儒家在強調個人儒家 個人化的儒學儒家的資源方面 做出了很有意義的貢獻 但是他們也要注意一點 就是如果我們不加分析的肯定的傳統 也會有很大的問題 尤其是要避免 國家化和政治化的那部分 所謂的儒學 也就是他開宗明義講到的 我們要拒絕有政府 有集團利益 有體制性的 非民間的 個人化的儒家產業 應該由獨立的 民眾的 宗教的組織來做這樣的工作 這是正當的 不能出現所謂缺位和退位的做法 缺位就是不能夠缺失所謂儒家 所謂社會的我們的一個宗教性 退位就是我們不能退出我們本來的一個 我們本來應該佔有的人間的一個公共空間 那麼他認為這一次呢 這部分呢 儒家的真正生命力是在中下省 這部分我想我剛才講的這些內容 都非常明確地強調了一點 就是我們要避免政治化的儒學的再次發生 在這一部分呢 134頁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尤其他提出了在中國 在其他國家 包括北朝鮮的這種狀態 在宗教學上屬於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我想李先生的一個內容呢 他的報告內容 從宗教性 從人生觀 從普世價值 除非他從宗教學 哲學的理論的根基提出的一個警告 和提出的一個觀點呢 是值得我們善失 同時呢 我們要慶幸今天的台灣 慶幸我們的師父帶領我們 能夠展望我們未來的中國大陸 也能夠成為這樣的一個淨土 謝謝大家 我們前面的論文發表 跟代讀呢已經告一個段落 學術研討會呢 有幾個形態 一個就是我寫論文 請你來幫我評論 幫我指教 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請你告訴我 讓我能夠把文章寫得更完美 第二個呢是論壇 論壇呢是似乎一再 說我們各自表述 我有我的看法 你有你的看法 我們不是在這裏打擂台 不是在這裏所謂的評點 不是說你對我錯 你把你的研究心得提出來 第三個呢是因為文章來 不能夠到場 所以我們安排的是代為宣讀 我早上就是代黃立宗教授宣讀他的賀信 我不去加任何一個字 我照他所寫的東西來宣讀 我們王慧如師姐呢 他今天把金強秘書長的文章 非常一點都沒有所謂的停頓 他用功地去把它摘入了 而且是把它順得非常好 時間也把握得很好 另外有個形態 就剛剛呢 我們原空顯示呢 是剛剛所進行的 這個以後我們可以來研究 看看是不是也可以採用 那應該是導讀 不是對他的文章呢 忠實地表達 而是你來讀給我們 讓我們來聽 你可以詮釋 你可以加注 這是另外一種型態 以後我們想 我們中門的很多學術的活動呢 可能都會陸續來推出 我們將來再看看 怎麼用什麼方式呢 對我們大家最合適 最能夠接受 今天我們謝謝幾位的幫忙 有的時候 也許時間都不夠 讓你們委屈了 好文章呢 沒有辦法能夠讀完 能夠報告完 我們想以後呢 我們大家都再來調整 比如說時間夠不夠用 我們有很多機會呢 我們都可以大家都來強化它 我們謝謝今天幾位呢 這個都在場 我們暫時小告一個 三分鐘的段落 我們請師傅呢 上台我們來舉行一個 有開始總有一個結束嘛 所以我們的一個閉幕的解釋 我們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楊院長 張院長 林將軍 各位 我們教育界的前輩 我們維新聖教育經大學所有法術講師 各位賢士 各位賢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非常精彩 而且呢 我們邀請了 各界專家 各界賢達大智慧者 將你們的心法 留下來 以法會有 以法會心 以法會我們的列主列宗 剛才最後一段呢 我們叫Michael 他叫他教授 他因為沒有辦法過來 再把他詮釋一下 因為我們中國呢 我們文化 興盛起於在孔子的時候 他的儒家的思想呢 產生了 產生了 這個 個人的儒家思想 政府儒家思想呢 我想我們大陸的教授呢 對於真正宗教的真實意 還是 保持著 有那種說不出來的意味啊 事實上 什麼叫宗教 天地立宗聖人立教嘛 人立其宗 任了一個聖人 他所說出的話 他不是他自己的話 孔子一句話 非常有 值得我們 去思考 無道亦以貫之 無和我 兩回事啊 我 我張某某耶 我 陳某某 李某某 趙某某是我 無 不是我耶 無 是心靈 我近日 每一位眾生大眾的心中 講出 大眾 所有的人 聖節以來 生命是無耶 不是無 所以我道亦以貫之 是孔子講而已嘛 他說無道亦以貫之 孔子 代表所有人的生命 人的智慧 來講出 每個人內在的智慧而已 是這無耶 所以孔子他沒有 天地無我的心啊 所以我們在 我常常接觸到大陸的 一些學者專家 把宗教 事實上 一些闡述的 沒有進入 心靈的世界 沒有進入 空界 人天化在 共同一個心和念 天文的勇氣 天文的勇氣 不再接 祈求彼岸 能記下 為父親 天作詞